4月18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商议人报信息披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派出特使菲奥纳希尔,对抵俄罗斯。 菲奥纳希尔是特朗普的顾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及欧亚事务负责人。 希尔次行,将与俄罗斯外交部,以及安全会议代表举行会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证实特使已经飞抵莫斯科。 并揭秘主要原因是,传闻愈演愈烈的俄朝领导人即将举行普京会。 4月17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披露。 俄方正在筹备俄朝领导人峰会。 虽然他没有披露峰会举行的具体时间、具体地址。 但这也是俄罗斯官方首次正面回应普京会传闻。 在这之前,日本富士新闻网刊登了朝鲜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现身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的照片, 并猜测此行可能是为普京会打闲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特使刚刚抵达俄罗斯。 朝鲜就在半岛整出各大动静。 18日,韩联社报道披露。 朝方突然发射一枚新型战术制导导弹。 对此,美国白宫未作出评价,而美国北方司令部和战略司令部均表示没有监测到朝方这次导弹发射行为。 自从上次越南河内谈崩后,美朝关系一直停滞不前。 在这个关键当口,朝方领导人要见普京,甚至还是隔几个月后发射导弹。 这两个举动,难免让特朗普心惊,派特使入俄寻求对策。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特朗普的特使紧急入俄,反映出美国方面急切想向前推进美朝关系。 但是遗憾的是,美国人总是表态掉门高,实际行动少,甚至还时不时搞出联合军演和经济制裁给局势开倒车。 希望这一次美方能把握机会拿出最大的诚意。 通过俄罗斯这个媒介,进一步改善美朝关系。